大家好我小鱼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新斗罗大陆 来了来了他终于来了小伯伴 等待已久的神兽反场终于来了小伯伴 200个钻石购买一个按摩鞋身虎的碎片小伯伴 4000个钻石购买20个来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小伯伴 这里还有两个SS加的魂灵碎片 这边是SS的碎片 小鱼想买这个八角悬槟草啊 这个碎片我们应该也有五六十个了吧 对五魂真身精华也是可以购买一下的 对然后下面的看一下S级的魂兽 这边应该也是可以购买一下 对换取一只霸王龙的碎片 全都要 OKOK我们先合成一下这个按摩鞋身虎来吧 超级帅气的一只魂灵啊小伯伴 带着翅膀的按摩鞋身虎 OK我们的戴木白终于可以换魂兽了来吧 哎战斗力反倒还降了很多啊 没有关系我们把它培养一下战斗力又会回来的 然后这一个霸王龙就给我们的小五啊 OK我们来培养一下这只魂灵啊 这个技能方面小鱼在这就不过多介绍了 大家看一下应该就明白了对 身心的话需要35个碎片啊 这个我们可能又要等下一次活动了 对它的属性加成还是非常多的啊 小伯伴们觉醒吧 刚好我们这里有很多的道具啊 全部给他用完 接下来我们把它的等级提升一下 小鱼这边一般都是选三个加经验的 然后再选三个加暴击的 OK达到百分之百的暴击率啊 咱们这边点一下设置吧 自动放入来吧提升等级啊 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是怎么点的 感觉这边百分之百会比较保险一点 因为高等级的升级道具还是挺稀缺的 小伙伴们 看一下传承是什么意思啊 哦这边传承也是用S级魂灵来传承的 小伙伴们 这个要100个碎片才能传承一重啊 小伙伴们 这个暂时没有啊 暂时弄不了对 还有一个最新的活动啊 就是限时团购 这边可以买很多的道具啊小伙伴们 这边感觉有必要全部给他买完啊 2万多钻石 看一下能买多少啊 目前是7则全部购买吧 这个非常关键 这一个也购买吧 这个是升纤品的 要70级才能用啊 咱们暂时不买吧 对暂时不买 70级我们还估计还要很久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也要购买一下小伙伴们 给我们的外户魂骨升星的一个道具 这边有SS加的碎片啊 小伙伴们 罗萨比比东 好吧 这里面并没有九彩令容容啊 小伙伴们 多少钱一个 300一个 这个一定要购买啊 小伙伴们 接下来是一个SS的礼包 这边可以选择阿盈的碎片啊 这边也给他购买了啊 SS加暗器 这个必须买 我们的SS加暗器 应该也马上快要做出来了 小伙伴们 神器 哎呀 这个神器真的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啊 小伙伴们 这个暂时先不买啊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不知道兑换哪一个 SS魂铃这个给他买了 八角玄冰草 然后魂灵秘书 小伙伴们现在在升这一个龙马魂徒2啊 把这个升满的话 可以多上一只魂灵对 但是现在道具不够 道具不够对 OK 现在总贷率是6800万 中门里面拧一下福袋 800钻石的小伙伴们 这个不错 88个钻石 这个里面好多福袋 全部给他领了 小伙伴们 咱们也来发一个288的 不是吧 不是吧 这是什么时候更新的 以前肯定是没有的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把这个争霸币全部花完了呀 以前应该是全部花在这个兑换S级魂师的身上了呀 可惜了可惜了小伙伴们 看一下今天的对手 51届的呀 哇 这个有点难打的小伙伴们 来 终于打完了 伤害来到了差不多6万亿伤害吧 对 哇 这个魂灵打的伤害好高啊 小伙伴们看到没有 这个魂灵小鱼战士还没有怎么培养啊 这个伤害确实非常高了 已经是对 这边有一个中门战士开放了 小伙伴们 这个是怎么玩的啊 小鱼还没有玩过啊 左边的应该是咱们的一个领地 右边的应该是敌人的一个领地啊 现在我们再集合这一个据点啊 看一下我们来挑战一下 哇 这个一亿多战力啊 这怎么打 看一下还没有比较简单点的呀 哇 简单的都已经攻破了呀 剩下了最后一个尝试一下 看一下这是怎么打的 这也是可以选择两队的啊 小伙伴们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没办法 对面这个战斗力太高了呀 小伙伴们 跟咱们不是一个量级的好不好 两个太阳的戴木白 咱们怎么打得过呀 第二队看一下啊 第二队应该也是打不过的 战力差的确实太远了啊 0-2啊 哇 这也太惨了吧 小鱼用第二队来打他的第一队啊 然后我们用戴木白去打他的第二队 这样的话我们戴木白 这一队应该是有一点希望获胜的 对 这个跳过吧 直接跳过 好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